秋夜即秋原外,唯一物 淮君屬秋夜,散步永良天 空山松子若,幽人因未眠 你了解這首詩的內容嗎?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首詩的意思吧 在秋天夜裡,我忍不住思念遠方的你 我一邊散步,一邊在涼爽的天裡吟詩 這時候的山林空曠而安靜 連樹上松果掉下來的聲音也聽得見 我想這樣的夜晚,隱居森林的你應該也還沒露睡吧 動動腦時間 請找出詩中傳達思念朋友的詞語 我們可以從淮君知道 詩人在寫這首詩的時候思念遠方的秋原外 就連散步的時候 也不停和遠方的他 分享自己正在說的事情 最後忍不住想著 在遠方的秋原外 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樣還沒入睡呢?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詩人想透過這首詩傳達 思念好朋友的心情 古時候不像現在 可以透過電話或通訊軟體 隨時和好朋友聯絡 只能在思念朋友或家人的時候 透過寫詩 想著遠方的他們正在做什麼 或生活過得好不好 或好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